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休假 先预祝我们的朋友 就是有个快乐的周末 假日 但是别忘了 都戴件衣服 你可以看看 宜蘭那边都淹水了 大雨特暴 表示这天气非常不稳定 而且 早晚非常凉 今天最大新闻是什么 今天好像没有最大新闻 我告诉你 有 今天最大新闻 媒体跑最多的是怎么样 演员李新闻的儿子 跑去IKEA 半夜跑去 偷光光 李新闻是谁 你要看他脸 原来是台语剧的 一个演员 各位 这什么叫大新闻 小董你乱扯什么 媒体都一直在跑马 李新闻我当然早就知道他是谁 但是 为什么要这样讲 IKEA 很大的家机店 他半夜 偷偷跑进去 没有人偷光光 自拍 为什么 其实就是 要挑战嘛 跟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嘛 我跟警察冲突 你看 我跟威权挑战 哎呀 你们这边房屋多元 你看我进来 我可以拍一张这样 他有没有偷东西 IKEA里面很多精品 有没有偷 没有 他就拍一张照片 就走了 怎么样 今天公司对他提起高速 一定成立 百分之百成立 我老实讲 因为你这个家伙笨啦 你要听小董节目 你就没事了 怎么讲 那请问一下 如果大家 他有没有搞什么破坏 没有 他有没有偷东西 没有 如果你在搞破坏 玻璃敲破了 他冲进去 在里面偷东西 然后外面的所谓跟你 有冲突 最后法院判决 那人家一定提高 提高以后就撤高就没事了 结果反而这些冲进去的人 他去提高 这些所谓的人 所谓的人要赔他一百一十一万 这是 前天下午的判决 李星文 你没有好好教儿子 你把儿子叫笨了 你要叫他赶快加入民进党 搞政党 你要搞台独 你就没事了 懂不懂 在台湾就是这样 法官是谁 所以 其实我昨天 节目讲一般很多朋友跟我闯 可是我想说我要求证 我不敢讲 我讲错了 一堆法官等着要告我 我很清楚 我讲错我被告我就输了嘛 法官 张庭庭医立的庭 你自旁的庭 你呢 你自旁的你 这个人过去在台南 后来调去 调替基隆 然后就调来台北 然后就调来台北 他的资历不浅 表现平平 大概当法官17年了 你说很自身吗 也没有自身大概30年嘛 你说很之前吗 他也超过10年以上 那他为什么做这样 因为他是政治法官 他当然知道 我要判警察输的话 我才有好未来 我要判警察赢 这些独派人士输的话 那我将来惨了 死了 对不对 你知道台湾的司法本来就是利 利就是会官官相互 法官检察官 律师 法律学者 这些人构成我们所谓的法界 法官能不能升迁 要这些人一起拿个 不是法官的长官说 我升谁或不升谁 要这些人决定 叫做法官人事审议委员会来决定 就这么回事啊 各位朋友 李星文的儿子真是笨 爸爸没交好 早早加入民进党 你在司法你就开脱了 对不对 各位朋友 大家冲进行政宴 我们去冲冲看 看会不会有事 我跟你保证百分之百有事 因为你不是民进党 你不是太阳花 台湾最垃圾的地方就是这样 完全用司法的 完全用颜色在考虑司法的对错 不是这样吗 各位有没有什么示威 没有示威啊 李星文的儿子也没偷东西 也没搞什么破坏 就是限要一下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你们都来朝圣的IKEA 你知道IKEA里面有非常多的餐厅吗 新装的IKEA 好多餐厅喔 而且价格还不是很贵 装等价位啊 讲吃了我当然就流口水 但是我的小编也在流口水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你看喔 他这个表现 他给年轻人 哥们 我们两个礼拜前去IKEA吃的那个地方 你看我前两天晚上 溜进去偷光光自拍 你们有没有看到 限要 年轻人的限要 他有什么大罪 请问IKEA有没有什么损失 没有 但是我会不会成立 当然会成立嘛 你闯入民宅嘛 闯入民宅会成立 闯入公家的房子 当然更会成立啊 可是公家 民进党 在将一发当院长的时候提告 提告以后 检察官提告啊 法官应该办啊 法官没有办啊 没有一审啊 各位太阳化发生在什么时候 2014年 民国103年 3月18 进入行政院3月23 24 对不对 民进党执政是什么时候 民党执政是 两年后的 民国105年 13 民国103年的 524 发生了 闯入行政院的太阳化 那些途中们 然后民进党执政 两年后的520 两年又两个月 法官没有审理 没有办 因为他们知道 民进党已经快执政了 我怎么可以办呢 我如果一审以后 一审以后就进入法律程序 我只能判有罪跟无罪 那检察官一定提出上诉 上诉就二审 嘿嘿 撤撤不了了 所以我把它 留在行政院 行政院可以跟检察官策告啊 林权上任第一个公文就是策告啊 各位 法官聪不聪明 嘿嘿 我不办耶 检察官聪不聪明 好厉害喔 每个人都很聪明啊 對不對 各位在这搞司法的人是不是有一套 他比我们还懂政治啊 所以你可以看 小董为什么每天罵司法 而且我都指名道姓 张廷理法官 政治法官 立悠悠 以前可能没有什么立 现在知道了 当然我们要挺立 我们才可以升官 不就是这样吗 他说警察防卫勾当 什么叫防卫勾当 你可以轻一点 你不能那个 你应该用吹哨子请他离开啊 拿大声工叫他离开就好啊 你知道有多少警察受伤吗 他们闯进行政院 跟警察有大冲突 他们打破玻璃就冲进去了 有多少警察受伤吗 一百九十九个 好几个是重伤的 一百九十九个 你知道民众跟警察冲突 民众最后 说他们有多少人受伤吗 将近五十个 什么比例啊 谁打谁啊 像法官告诉我们 那民众受伤 他有验伤单 有什么什么 验伤单 你能够证明是警察打了吗 有验伤单 全部赖给警察吗 法官告诉我们什么 张廷宁法官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我们虽然没办法证明 可是证人 我们问了证人 证人说是警察打了 证人是谁 证人是另外那一个 他旁边那个在打警察的那个人 证人当做证据吗 你在什么法官啊 诶 他的同伙 他的同伙 陪他一起在攻击警察 然后他证明说诶 警察有打他 他讲话有公信力吗 各位朋友 那这同伙有多少人也是原来的被告 只是年前把他车告以后 他们就没有被告了嘛 他们就没有被起诉了嘛 然后他们就变成清白的证人 各位天下有有这种事情吗 我们辛辛苦苦工作 我们缴了税 缴了税来赔赏这些公警警察 冲入行政院的人 公路有理吗 各位我实在很气愤啊 我刚讲就是 他们被商单 然后说我就是被警察打 然后被警察打的证据 就是他的同伙讲的 他们当证人 然后法官全部采信 对他的同伙讲的 他的同伙 他们就一起攻进去啊 各位朋友 你看得气不气 你气的太阳花是这些 让人看不起的人 对不对 这些途中 你看不起的当然就是 我们的司法官 我们的法官做这样的判决 所以我奉献李清文 回去好好教你小孩子 常听小总节目就知道 台湾 最大的好处就是要加入民进党 赶快加入 你要加入民进党多好啊 让民进党 重用你多好啊 一个小小的科技大学的 一个什么教授 到桃园市政府当金花局的局长 姓朱 大家都知道 这个家伙 是郑文燦的爱将啊 每个人看到他的行径 觉得都不可思议啊 大学教授 哎呀 原来就是那一间大学啊 就是南方澳倒的 南方澳倒他 也是那一间大学的 教授在那边评定啊 教授怎么评定呢 因为有人帮他 做这个做那个 刚好都是他的亲戚啊 小舅子啊 儿子啊 各位朋友 真好啊 朱松伟集长 松树的松伟大的伟 昨天被起诉啊 十个贪污案 郑文燦的爱将啊 当然所有媒体 都在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 他连 带小山上旅馆 用的威尔钢 都要厂商户啊 而且要求国外最好的 用本土的他不要 他都本土的没有效 效果不大 媒体都在吵这个你知道吗 你只要政治 跟性 这东西扯上关系的话 就是大新闻 在媒体 最喜欢做这样的新闻啊 各位 我奉献李新闻啊 回去好好教儿子 重新教起 要不然每天请他听小董真心话 因为我讲的就是真心话 就是台湾的现状啊 蛮久昨天在 牛津大学演讲 然后讲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 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 是一个人对抗的关系 他就讲 其他讲的 你听我节目 我大概也都讲了 我很了解马航九的 施政的一些概念 两岸的概念啊 非常清楚 你常听我的就好了 但是我为什么讲这个 马航九 任内两岸最大的突破就是马锡惠 民国 105年 11月7号在新加坡进行 马航九要出发的时候 11月6号啊 11月6号 因为他做华航 直航 新加坡嘛 前程有 我们我方的人员 有记者 大家 一个过去 那这 这是 几次 都在注目的马锡惠 两岸的 领导人 不是政党喔 过去连战政党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马航九就是 两岸的领导人 当着全世界的媒体 面前握手 大家一看 这是一个和平的契机 不得了 对不对 11月7号 11月晚上6号啊 民国105年 我刚讲103年318 就是太阳花嘛 民国105年 11月6号 有二十几个人 冲进华航 华航在哪里呢 松山机场 冲进 他的办公室 进去搞破坏 架子梯子进去 那希望 能够去那边 也把飞机也破坏 当然飞机碰不到 就在华航的办公室 把它搞破坏 拿着 魅武器什么 把你乱喷啊 把你搞烂啊 华航就提告了 这批人带头的人是谁 陈维庭 陈维庭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他 因为他 他最大的毛病 就是那只手啊 姓骚扰的贤族手 最有名啊 陈维庭 太阳花 他们要冲进华航 里面搞破坏 华航就提告了 那时候马航九 还在当总统 各位注意我讲的日期哦 民国105年 11月7号是马席会 11月6号 晚上凌晨 哇 就进去搞破坏 他们想 我要阻止你 上飞机你要去卖台 他们来搞这一套啊 他们政治 你可以看到多厉害 华航当然提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办公室全程都会录影啊 所以你们怎么破坏怎么样 我们有录影带 我们监视器都拍下来了 华航就提告 提告 各位 检察官很聪明啊 台北地检署 台北地检署当然就是 每天在怎么样羞辱马航九 然后每天怎么去巴结民进党 从过去到现在 我讲的就是这样 各位小总讲 我讲司法 司法不管谁执政都是挺立的 过去八成现在快九成啊 那时候马航九代张总统 华航提告 华航是政府了吧 国航啊 他告了以后 检察官 有没有办 没有办 结果呢 第二年 蔡英文当选了 520上任 然后就把华航的一些主管 换一换 就换了何卵先了 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何卵先 他抽到叫何卵先啊 各位 我认识他三十几年了 我有一次访问益主席 益主席 我也认识 我說对啊 我在跑议会 益牧名主席是台北市议员 赵沙方也是 我是记者啊 我们记者走进去 他是门口的警卫啊 厉不厉害 警卫 跟对人 拍对人 最后变成华航董事长 变成交通部的次长 阿扁实在就当交通部的次长 各位厉害吧 何卵先测告 厉害吧 蔡英文上任 把华航董事长换了 换何卵先就测告 测告以后 那检察官已经接案子 接多久了 我讲 我刚已经把日期很精准的告诉各位 民国105年 11月6号去那儿 对不对 华航提告 检察官 民国 106年 隔了一年啊 12月7号 各位等一下Google Yahoo上网 我绝不信口开合 12月7号 检察官就是 就把这个案子不起诉了 为什么 因为 他说因为华航测告啦 所以我就不用起诉啦 你看检察官多厉害啊 搞了13个月 他13个月他不懂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民进党要执政了 我要起诉的话 我得罪民进党 因为陈威廷这些 太阳花这些 这些人是帮民进党 获得赠权了 我要起诉他的话 搞不好 陈威廷哪一天变成我的长官 变法务部的次长 或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我何必得罪这些人呢 你看检察官台北地点署 检察官都灵光啊 这个案子 要不要办很容易啊 很多案子要办很容易 容易在哪里 因为前程没有人在 前程就是只有录影机 录影机就拍到每个人的脸孔 我只要凭着这个录影机 你跟我搞破坏 你哪下的魅力 你把这个东西敲坏 有没有 你破文和路 这些前程都拍路 拍到了 啊这种起诉书好不好写 太好写了 你把被拍到人通通叫来 你有没有怎么样 有 你要说没有 没有这照片是不是你 啊是 那你认了对不对 好来 一件一件 这个要多久 这个不要一个礼拜吧 这个叫铁证如山啊 对不对 不要一个礼拜吧 检察官搞13个月 因为他在等华航啊 等华航车告 因为政党要轮替了嘛 你华航一车告 哎呀检察官 哎呀 心里还满烟 你怎么不早点来 害我一定会被小董骂 小董就是骂 我们这种检察官专门在 抱民进党大腿的 绿色的检察官 绿色的华官遍布啊 各位我讲有没有道理 大家来检验啊 今天一个这么简单的案子 一发现李星文的儿子那个 马上提告 而且我告诉你 马上就成立 检察官一看 是不是你 是你还破网 是不是你 你这样从这里闯进去 偷偷溜进来 哎呀你看 前程拍到 是不是马上起诉 百分之百 你闯入别人家里 你说我没有偷窃啊 你私闯民宅本来就有罪啊 我管你有没有偷窃 家是个人的城堡啊 怎么可以让你进来 你不是主人开门 或者带你进来 你是不能进来 这就这么回事啊 全台湾都知道 这是一个简单的啊 那你跑进人家家里 你又在那边拍那些 拍那些不雅 那是另外一个 可能妨碍红话 或什么 那是另外的罪 无所谓 但你闯进来 你就有罪啊 除非你是代表立社阵营 代表民进党 代表时代力量 代表反国民党 然后你攻进行政院 你就没事了 各位我讲这东西 你看 我没事也没关系 没事他在阻拦我的警卫 你跟我有冲突 我告他 结果我还赢 他要赔我钱 警察要赔我钱 各位 我在讲的就是 我们整个社会长的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李星文的儿子 今天大家看在跑马 很好笑啊 民进党跟他的支持者 为所欲为 他们要做什么都可以啊 他只要不要脸的讲 我就是台奴 我们中备执政 法官检察官会等我们啊 等我们执政 相关 受害的单位 纷纷撤手啊 对不对 行政院先撤告了 林权 我素来瞧彼此林权啊 我认识他也非常久啊 我也认识他的前妻啊 但是 不要讲他那种过气啊 我也不要讲 反正就是令人看不起的人 巴着民进党 每天装作民事派 然后就撤告 有天理吗 各位朋友 你不要认识说你也可以哦 因为你不是利盈 你绝对不可以啊 你攻进行政院绝对不可以 你攻进高雄市政府 现在应该就可以了 像韩国瑜子镇 如果是花妈时代就不可以了 我们法律是看颜色的 完完全全看颜色 结果你可以看到了 他撤告以后 这批公经纪的暴徒来告警察 暴徒赢 警察输 警察输也不是警察个人赔 因为他判台北市政府 警察局要赔钱嘛 警察局为什么要赔钱 因为你们警察防卫够大啊 我们这些人都剪记商单啊 你这商单能证明这警察打了吧 我不能证明 但是我的同伴可以证明 你同伴不是跟你一起跟警察在对干 没有啊 我的同伴 没有啊 我们都没有钱科 我们连被告都没有啊 你忘了林权都已经车告了 我们连被告都没有 所以我们是很清白的证人 我们讲话都算数 所以 所以要记得这个法官 以后你要打官司碰到他 其实他是民事法官 家事科的法官 你以后碰到他你要很 强烈的两件事情要很明白 张庭林法官哦 你碰到他的官司 两件事情要很明白 两件事情要很明白 第一个 你很挺立 第二个 你最讨厌的名嘴就是小董 因为小董骂他 骂他利油油等着升官 他心里很恨我啊 一定的 但是没关系 你将来如果打民事哦 你要表明自己有很强的政治立场 最好身穿绿色的 身上配一朵菊花 你知道台独奇有个菊花 民进党有个花吗 叫陈吉啊 都代表吉啊 对不对 但是哦 你要明白的 碰到张庭林 的庭林要讲 你最讨厌他名嘴 你要 他有人告你以后怎么样 你说我 我讲话都真实 我不像他名嘴 那个小董讲话给你 每天乱讲 讲真心话是讲 其实都在讲假话 你要在庭上隐隐约把这个带进去的话 他听了一定荒心大叶啊 我告诉你 我们施法就是这样 施法就是利的 所有人都在往利靠 靠到已经让你 让你已经觉得说 人间的思辉 我们那些施法法条 那些有用吗 没有用 各位朋友 记住我的话 我讲的话就是真心话 马上回来 刚刚有人问董哥说 董哥吃过五灯奖的猪脚饭吗 有啊 在三重 我在全部上有介绍过啊 只是没有介绍 因为那时候太多家了 因为三重 最有名就是五灯奖跟金大 今天的金大小的大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 金大猪脚饭 他们猪脚跟乳肉丸一起卖 对 那他们的特色就是 他们把它控到那种胶脂的跑出来 那你知道白米饭上面放点 碎肉或什么样 有那胶脂的 那就是特别好吃的 很香 对很香就特别香 有点 有点胶脂的 三重是这两家是最有名的 最有名 对我都吃过啊 五灯奖评价本来就蛮高的 本来就很好 嗯 我常经过啊 经过就 人都蛮多的 就是不管 他不一定吃饭时后 就平日是夏日都很多人 对 他不一定吃饭时后 他人都蛮多的 对 其实卤肉饭我们介绍 台北的蛮多了 台北跟新北 卤肉饭吗 对卤肉饭跟猪脚饭 诶董哥喜欢吃 那个 南部的还是北部的卤肉饭 因为在南部是叫肉燥 肉燥 其实都一样啦 你知道感觉好像 南部比较甜一点 对南部比较甜 我觉得各有特色啦 我觉得我都还 我一个朋友是喜欢 他也不喜欢猪脚啃半天 我说很多猪脚都帮你弄了很干细 不用怕 譬如说 譬如说 嗯 台北市那叫护霸王 护霸王比较少人介绍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 哪个副 有钱人哪个副 有钱人哪个副 然后霸王海霸王的霸王 那他在比较 比较中山区那里 好我们回来了 欢迎讯从小总真心话 各位朋友 闲几剩70天了 再过两天造势 下来就六十几天了 两个月 你能够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台湾社会发生很多事情 不公不义非常清楚 我们有没有发现 这些不公不义 并没有化为选票 不公不义哪里来 民进党执政很清楚 不公不义 很多事情是很单纯的 其实昨天下午 整个新闻的 新闻的流量 最大新闻是什么 柯文哲的 柯文哲政府的协姐 黄敬盈 说被她的 一个市政顾问性骚扰 昨天在议事厅 因为现在台北市议会 在总执行 爆出来以后 为什么会成为这样 因为黄敬盈是协者 黄敬盈最近讨论度特别高 陈慧文说 韩正盈要赢就 从柯正盈挖脚 挖脚协姐 我昨天不是在嘲笑吗 我嘲笑的时候 这个话题 这个事情还没报 我说怎么会有这种怪招 黄敬盈协姐是独派 是台独 他是很鲜明的台独 他会去帮韩国瑜吗 不可能嘛 小董你有什么争计 他去帮时代力量 扫街拜票 一两个月 时代力量谁不晓得是台湾的 一个台独政党 你去问哪一个不是台独 从黄国昌问起 林昌左 哪一个不是台独 而且他是比民进党更台独的独 黄敬盈 他去年嫌棘 帮时代力量 一直扫街 一直的败票 一直的先扬时代力量理念 在四年北头谁没看到 我自己就碰过好几次了 人是长得个子很矮 但是算漂亮 他们在 他跟那个黄敬昏 民进党 不是那时代力量 那个候选人 到处跑 老实讲我也看过 他们在士林夜市的场子 现场不到十个人 但是他最后还是当选 我讲我看到的情形 在大南路那边 我亲眼看到了 我想人会很多 没有很多 但是网路的声量很高 陈慧文说 挖脚他 韩国医就会当险 你挖 挖得动吗 挖得动不是我讲的 柯文哲讲的 柯文哲说 挖得动要重金 大家知道鞋姐 为什么叫鞋姐 因为长得漂亮 甜美 长得甜美 柯文哲讲 我的网路声量 如果超过千 千万 鞋姐请你吃饭 鞋姐可以用 请吃饭 你只要让我 柯文哲的网路 那这是不是很物化理性 当然 可是柯文哲讲物化理性 他讲这个话已经很久了 一两年了 有没有人讲到 没有 因为他是柯文哲 现在呢 现在因为他跟民进党已经chare了 他跟民进党分锁以后 柯文哲就遭受到 凌厉的攻击 我过去骂柯文哲骂了 那个很多民进党人都还修理我 现在他们骂柯文哲骂得更厉害 他们用来修理柯文哲的方式 或者材料 就是过去很多别人用过的 过去他们替他辩护的 譬如说有没有器官监政那个案子 五年前他们全力替柯文哲辩护 企业员民进党提名姚文志 利盈的人又拿这个案子出来 而且是民进党的支持的拿这个案子 包括姚文志本人都拿这个案子 出来攻击柯文哲 各位 民党执政 你其实在台湾最幸福的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政客 很多人还很乎乎 我们现在有手机 智慧型手机有电脑 你Google 咬呼 这个人上去过去怎么讲 有的是年纪很大或者很久 他可能记错了 譬如说有个叫陈水扁 他不晓得他当总统时候 他提两岸和平协议 他跟蔡正言现在两个对干 陈水扁的两岸协议 不但提出来还开记者会 坐在他旁边的还是蔡英文 帮他起草的 现在两个人都活认 我们没有提两岸和平协议 蔡正言说怎么没有 有记者会 当初还有影片都在这里 怎么回 阿扁说没有 我绝对没有 蔡正言说你是老糊涂 阿扁69岁了 你要讲他老糊涂 当然有点 有点可以用这样解释 替他开脱一下也没关系 但这个事情 是不是真有其事 当然真有其事 你Google 雅虎 搜寻 影片都有 那这个事情才多久 这事情才十一二年 阿扁就忘了 阿扁那时候五十几岁 现在69岁 可以说他老糊涂就算了吧 蔡英文可不老糊涂 那大家看 你在台湾最幸福的 你可以看这个人过去讲怎么样 过去公投一定有绑杂险 两年后说公投决队不能绑杂险 同一批民进党 同一批台湾人垃圾 然后台湾社会毫无反应 民进党本来讲话就不酸话 我们也没有把他讲 把他当作他讲话酸话 我们还是机器支持他 他是垃圾我们也支持他 台湾社会是不是这样 然后过一阵子大家还讲 为什么我们 人家经济都怎么样了 人家薪水都怎么样了 蔡英文最喜欢讲 我们现在四小龙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 你是怎么样啊 我讲最简单的 老百姓关心的就是我薪水实际上多少 四小龙我们薪水最少啊 我们GDP不到两万五千美金一年啊 韩国呢韩国现在三万多 而且从去年 去年年初就三万多了 香港呢四万八 新加坡五万多不用讲 这叫做四小龙啊 我们比四小龙好 好在哪里 好在我们的年轻人薪水都很低 我们的GDP都不到别人的一半啊 各位朋友 我们GDP跟大概只有香港的一半啊 那你在夸赞什么 台湾很多机会流失啊 民进党阻碍 那些年轻人出来阻挡 讲穿的就是这样 阻挡的人最后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这么少 小董只有两个字啊 猴该 我从来 我从来不会说 哎呀我要得罪谁或不得罪谁 没什么了不起 我又不嫌疾 你猴该就是猴该 不要在那边假装哀哀叫啊 怎么样 那是你自己造成的别人有什么办法啊 你跳到河里 快淹死了 你说小董你都没有跳下来救我 不会 我顶多帮你打119 我不会跳下去 我已经警告你那里很危险 你自己要跳下去 再来叫我要舍身 下去救你 没有这回事 我就是这种人 我就打个电话 然后我就在那边 眼睁睁看你淹死 我有什么办法 我只能眼睁睁啊 我也可以逃离现场啊 但和我没关系啊 各位朋友 我们做节目评论 我们就是在提出一些警告 提出一些分析 告诉你会怎么样 你不听 不听出来有什么后果 你自己要负责啊 你要叫谁负责 我们现在台湾这年轻人都要叫别人负责 就是你害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你害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你自己害自己 因为你相信一群垃圾 相信垃圾总统蔡英文可以带领你们走路 一个美好的一个花园 那里流满了 牛奶跟蜂蜜 你们自己笨就算了 害了一批中年人老年人 跟你们一起倒霉 你们的父母叔叔 你们的长辈阿公阿嬤跟你一起倒霉 我老实讲啊 你这样看台湾情况是不是这样 就是我小董讲的这样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 哎呀柯文哲 柯文哲你只要讲 他之前跟民进党合作跟没有合作之前 他所受到的待遇啊 但是当然我要讲 昨天最重大的新闻 大家都在讨论 哎呀黄敬寅都被性骚扰了 小董你扯好眼喔 我没有扯好眼啊 我上一段我就 在依靠你 我就有个叫陈维廷的人 性骚扰全世界文明 对不对 他这太阳花 哇太阳花的金铜哎 大家把他吹捧了又怎么样 他那只手永远不老实啊 碰到谁就摸谁啊 从高中开始 大学开始 研究所开始 这些案子都被 都被认定了 他高中在公司上乱摸 被那个 被那个摸的女生很气 把他的身份证都 的协认证都扣下来 你把协认证给我留下来 那个协认证现在还在 那个受害女生手上 他都把他po上网了 各位可以上网去看 大学不用讲 研究所不用讲 他永远在干这种事情 那黄敬寅是什么回事 市政顾问 这市政顾问也很大胆 他不晓得他被曝光以后 他会遭受到多大的指责 或者在网路上 会被修理成怎么样 这市政顾问 其实因为媒体 都把他名字都曝光了 但是我有时候讲 当台湾碰到这种性骚扰 又跟政治有关的 他其实要看人 你如果这个人叫做陈明文 被他骚扰即使叫做张花冠 最后也没事 因为我们的法官跟检察官 都非常聪明 检察官 检察官在差一天 就一连还不起诉 张花冠做了控诉 你只要看那张照片 你就知道会成立 检察官不起诉 那我讲 这种都铁证如山的 他们就把时间偷 为什么 你们都民进党 你们将来一定和好 你会撤告 我要把陈明文起诉的话 你将来要撤告 我就得罪他 陈明文随不晓 是我们嘉义最大的山头 连法务部真务次长 你看到那照片 陈明文坐在那里 那法务部的真务次长 蔡碧仲 站在他旁边 像随从一样 所以陈明文的三百万 蔡碧仲第一个出来 替他讲话 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你在嘉义 司法是另外一块 然后呢 黄敬营这个案子 昨天被报了 柯文哲 今天上午被人家问 智智无误 黄敬营说我也不方便讲 柯文哲说 这个可能就是沟通 或者怎么样 他们想把它定调 把它弄下来 因为这个很狼狈 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 从市长到他下面的人 我不会讲他守不老实 像陈维平那么卑劣 那么垃圾 因为手去接触人家 总是 总是有行为 柯文哲跟他属下 这些人就是嘴巴 最喜欢来这一套 他们误化你性不用讲 对不对 你的嘴巴有没有怎么样 嘴巴又没碰到 我有时候讲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周边都会碰到 我们当记者都会碰到 或者有些同事嘴巴也会这样 但是 你要看程度啊 你要程度很严重的话 人家提告了 会不会成立 一般都会成立 你要行诸 动作像陈维平 或者行诸文字 你这个就跑不掉 对不对 这个就是这样啊 台北市政府怎么处理 你说给我们一个月 我们来调查 这种案子要调查一个月吗 你要想说等声浪比较过了以后 各位 柯文哲每次说我有SOP 我要怎么样 不必啊 我老实讲台北市政府本来就有性骚扰委员会 这个案子送过去 你要等一个月吗 你们市政府很有速度吗 很有效力吗 我跟你说想 今天所有记者去采访黄静莹的时候 鞋解黄静莹什么 都话都不敢讲 已经那个了 我自己当事人不方便讲 你不方便讲 为什么外界都会知道 因为你出去跟人家讲嘛 当事人自己绝对 绝对是去跟人家讲 因为那个所谓的加害人 那个所谓的加害人 他叫刘佳仁 大家知道何佳仁美语 他叫刘佳仁 那你说他干了这事情 他会去跟别人讲吗 不会 一定是黄静莹去跟人家讲 然后讲一讲就传到记者嘴巴 就变成议会 大家再来讨论 讨论你就变成话题 所以从头到尾 你就是言头就是你讲 今天记者要反问说 我当事人不方便讲 那你前面就很方便了 这个事情就是从头到尾 就是你露出来 你如果追跟救援 绝对是这样嘛 那我觉得说 台北市政府处理台办 一个月都太久了 就好像我前面在骂那些检察官 华航被被人家侵入破坏 搞了13个测告 然后检察官好高兴 赶快不起诉 对不对 我讲不就是这样吗 我讲他们进了行政院 太阳花冲进行政院 民国103年 3月24 然后也不办 等到林权策告 等到民国105年 5月20号 林权策告 大家都在等 我们搞司法的人 对政治这么灵光 难怪你在台湾看到这个判决 都会嘲笑不已啊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相关话题 请问董哥说董哥今天会回金门吗 嗯 对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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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两天要吃什么好吃的 啊 真的 假的一种要味道一下自己 嗯 嗯 哦 我一定要去吃 一定要去吃港式的 不是不是洋茶 不是港式的餐厅 哦 茶餐厅 对茶餐厅 其实现在台北茶餐厅都还蛮不错的 而且还蛮不错的 而且还蛮不错的 他们都有 都会有一些自己比较私房的那个 对对对 诶 诶是去吃 诶是想 诶还有记错 在西门 哦 其实香港人很会弄私的 真的 因为过去英国人不给他们搞政治嘛 他们就 就在吃喝玩乐上面 哦 就变得很强 真的蛮多人好吃的 对他就 他们就会去研究 让怎么样 以前香港拍电影都要来跟我们写 嗯 后来你看他拍出来的电影都很 警匪片啊 都很好看 有没有 对 以前武侠片他们都来台湾写 我认识好几个以前武侠片 哇香港人都派人来写 后来他武侠片拍的比你好 好得不得了 对啊 对啊 30年前他把醋硫香弄过来台湾就风靡了 嗯 对啊 啊早期台湾的武侠片 哦 以前 嗯 那个武侠片很传统 哦 对 他后来就被香港超越了 全部都被他超越 因为他只要不搞政治 英国人 或什么样就 就不会管他了 真的 嗯 好我们回来咯 啊 啊 啊 全世界牛秀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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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石讲他有迟到 怎么没迟到 只是你迟到多久而已嘛 啊 媒体写 哦他就不爽了 总统府就出来讲媒体 欸怎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现在总统府最最多说你恶意栽赃后怎么样啦 要是以前的总统府 也不是以前的总统府 前一阵子的总统府 天天骂人家畜生欸 小总为什么小总都被他感染了 我以前最多骂人家垃圾 现在骂人家畜生 骂了以后很多朋友替我担心 啊怎么办 还有律师的朋友 小总你这讲了会被告啊 会被怎么样怎么样 对啊 我其实也不应该讲啦 因为我讲话比较文雅 我骂人就是骂垃圾嘛 啊现在就 就张口闭口就出声 都是总统府把我带坏啊 嚴冠夫出狗餐 总统府出白餐 你看嘛 影响多大 但是 你也可以看到 蔡英文迟到是事实 盘石讲 韩国瑜迟到是事实 这个没话讲啊 为什么我自己跑新闻我都很清楚 我以前都跑首长 首长给我的单子 几点几点到哪里 他常会迟到 为什么 因为他的前面那个行程 很多人拉着他合照 你本来想说我用十分钟跟他合照 结果来的人很多 你只好花二十分钟 你不能说后面的人 我没有时间跟你合照啦 你一定要让大家都满意 因为首长是明显出来的 让大家觉得哇你看 好亲民喔 那你这边十分钟 你那边就晚十分钟 就这么回事啊 那我都骑摩车 你去哪里我就跟嘛 那他去哪里我就跟 他有没有迟到我最清楚啊 所以 这些人没有一个 明显的首长会不迟到啦 那为什么他会成为话题 因为我们要修理韩国语 韩国语习惯迟到 你看让日本人也等 让学生也等 没有一个明显的行政所长 会不让学生等的 我告诉你 从来没有过 我从来没有过 我认识这么多 从来没有过 你要颁市长奖 颁毛万生 市长要去 你去了这个学校 你能够不去另外一个学校吗 不可能嘛 都会去啊 你都会去你就要排啊 毕业季你要排 毕业季很短啊 毕业季再怎么长最多 排一个月吧 一个月要去多少学校 你知道台北市有多少学校吗 至少五百所 很多人有那么多吗 不只 我讲至少 你没听懂而已啊 那这么多的学校 要你去 何况如果你当一个台北市长 或者高雄市长 你的知名度 不是只有在这个 高雄市或台北市 其他的大学非常喜欢找你 很多高中学生也会邀请你 那你去的话 怎么可能不知道 但是因为韩国瑜要选总统 选总统就会被高度检验 所以高度检验就很多东西就来了 他过去在北龙 喝酒喝到 拿酒瓶要吃别人 这两天的话题 那有没有 这东西其实很容易查 但韩国瑜自己要清楚 你提告了 之前要想想 就是说有没有这回事 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高 你去高会不会赢 没有的话 你去高不一定会赢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你如果长期听我节目 我建议韩国瑜 你要打赢险战 中午再跑行程 你要想办法听小董节目 我里面有很多开示 我对选举很懂 官司你要打赢 你要看怎么打 很多人贴口知道 这官司一定输 或怎么样 因为他们不晓得提告 你要怎么样去打 要怎么去说服法官 他们不晓得 有时候你就明明对我有利 或怎么样 你知道法官 碰到这种政治的案子 基本上是亲历 所以很多人会告诉你 韩国瑜你告文输 你一定输 因为法官都亲历 小董也这样讲 我讲他百分之八九十 对不对 你要让法官 要说服他 要让他知道 你的立社立场我很清楚 这些东西其实要有技巧的 但是 选战打这么激烈 各位朋友 现在也没什么大新闻 韩国瑜现在想主导议题 很清楚 各位你看 很清楚 有些东西很争议 会这样 但他认为 没关系我争议 至少媒体讨论我 大家就会比较想了解我 对不对 青年学生 协带 免利息 这新的说法 那他想说 那可不可行 他议题一直抛啊 当然带动了 执政的人就要出来回应 因为我提出这个 你们没有做 我才会提回政见 将来我当选我要做嘛 所以苏政商就出来讲了 蔡英文就出来讲了 各位你看到 就会变成这样 那我提出来 我当选以后我要做的话 你们现在在执政的人不做的话 媒体就会问啊 这是必然的 一个战略嘛 就是我要选举 我要带动 让你们来回应我 你要回应我啊 我做得到啊 我当想我做得到 你做不到啊 你们现在在执政就没做到 他会有压力 所以他们会出来批啊 那这种批的时候 将来会怎么显现不知道 可是在目前的话 他会影响选举 我举个例子 五年前屏东县长 国民党提名简太郎 民党提名潘孟安 简太郎的政见是什么 简太郎的政见是说 高铁怎么方便 我们屏东的人都北漂啊 很多孩子要回来 只能坐到左营在转车好远 我当屏东县长我珍奇 那时候马上就在 对不对 那时候马上就还当总统啊 我珍奇 高铁延伸到屏东 民进党全力反对啊 怎么可能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高铁是不是要延期屏东 民党是不是每个人出来辩护 哎呀我们一定要 不能让屏东人 让人家看不起 怎么样怎么样 哎各位你想想看 我讲的这东西 你马上就可以去做对证了 你对照了以后你会发现 哎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大家都忘了吗 是忘了 今天谢谢收听